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中医认为,万病的根源结尾失气, 失血伤人由内外之分,外事由外界导致, 多与阴雨天,潮湿的环境,饮食有关,洗完喝冷饮, 贪吃生冷水果会损伤氧气。 体内如果失气比较重,就会导致身体功能受到障碍的影响。 那么失气又是怎么形成的呢? 如果体内失气比较重,那具体表现有哪些呢? 哪些水果是加重我们失气的元凶? 下面我们就跟着视频一起了解一下。 1. 失气是怎么形成的? 1. 失气多出现在于三福田。 这因为多数地区都处于压热带, 夏季高温多雨,空气中湿度大。 1. 失气容易进入到人体形成湿热, 所以百边就会找上门来的。 2. 这是三福田失气中的外因, 而内因则在于人们的饮食和行为上。 三福田天气热,很多人爱喝冷饮,爱吃冰淇淋, 而且有一些类似麻辣小龙虾,烧烤,炸鸡等这些较油腻的食物来搭配冷饮的, 给味道成了很大的压力。 2. 从而伤害了脾胃,导致脾脏运化水池的功能下降。 3. 这样一来,失气就能够睡在体内了。 4. 另外天气比较炎热,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去运动, 5. 无法通过汗液去排出湿气的。 5. 又躲在空调房中,有的睡在地板上这样来降温的。 5. 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湿气进入到身体, 5. 却无法排出体外,形成了湿血。 2. 失气中的人有哪些表现呢? 缺乏无力困倦,体内的湿气往往会使身体变得很沉重, 特别是早上起床时候,感觉精神不佳, 浑身的法力没有精神,总感觉睡不够, 想继续睡觉,这就是失气中的典型表现。 2. 血胎,厚腻,口臭。 如果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失去比较重,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舌胎得知的。 失气中的人往往舌胎厚腻发黄,而且有口臭。 3. 头部昏沉。 失气刚刚进入到人体的时候, 会呈现头晕沉重的现象。 整个人都像裹着一块布,身体特别的困重。 4. 四肢沉重,浑身的不舒服,消化问题。 人体失去过重会影响脾脏,减慢起正常的运转。 这时候就会出现胸闷,腹肠,食欲欠佳,饭量下降, 大便不成形等症状。 5. 关节疼痛。 周老年人失气中的表现,一般多为关节疼痛。 遭到失气入侵时,都会出现四肢关节肿痛。 关节去身不劣的表现。 6. 形体特征。 发现下肢莫名其妙就变粗了,变大了。 其实这并不是长胖了,而是虚胖。 水肿是由于体内失气重引起的, 由于体内的水分比较多, 身体的推沉出心会反常, 水分无法及时排出, 从而就会引发下肢虚胖, 腹肿等问题。 大便不成形。 热体质的人大小便刺断, 大便连着马桶冲不掉。 有这些症状的人情一定要注意啦, 你可能是失气比较重, 但是也不要太担心。 事实上,因为各种不可抗拒的原因,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失气的, 也不需要特别地去在意失气的。 只要我们日常生活注意饮食, 辅助于食补,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。 我们日常生活中, 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水果, 水果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, 葡萄糖和味料元素, 能够满足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。 但是对于失气比较重的人来说, 有些水果是不可以吃的, 以下四种水果吃得越多, 水果就会越深大, 难怪会发泡。 我们体内的湿毒, 大部分都是因为吃出来的, 而身体湿气比较重, 会损伤我们的五脏健康。 为了我们身体健康着想, 这些会加重我们身体世界的水果, 就要减少吃, 或是不吃的。 这些水果堪称是适度亡达。 1.香蕉 香蕉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水果, 它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, 具有润肠通便, 促进消化的功能。 但是香蕉的热量是比较高大, 吃多了反而会加重便便的情况, 大量的消耗生气的水分, 导致大便粘黏, 湿毒加深, 所以香蕉也要适当地吃大, 食育中的人特别是要少吃香蕉的。 2.芒果 芒果属于热带地区的水果, 它的营养价值是极高的, 有着防止便秘, 美化肌肤, 清理肠胃等各种功效。 但是芒果收入的比较多, 会引起湿气阻带, 中焦, 引起脾胃的韵化。 如果本身有湿气热血等症状, 它会让你更加的湿热。 两广地区的人们都说芒果狠毒, 如果对芒果过敏大, 那就一定要忍住了, 不要吃芒果, 包括芒果制品, 芒果干, 芒果蛋糕等等都不要吃大, 不然轻则皮肤搔痒, 重则可能会导致湿疹, 蜘蛙疹, 会出现胸闷, 心悸呼吸困难, 休克等症状。 第三, 榴莲 本草纲目中记载, 榴莲为肝, 性微入肝, 肾肺三经, 俗话说一个榴莲第三只肌, 其中蛋白脂肪纤维素, 维生素等营养元素, 含量特别的丰富, 所以被称之为水果之王。 虽然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大, 但是不推荐大家食用, 因为榴莲肉很湿热的, 在中医里, 甜腻, 营养高的食物都是生湿的。 我们吃了这些食物后, 腿味的消化吸收能力往往会跟不上的, 处理体能血液能力不够, 所以吃的越多湿气越重的, 还比较容易发泡, 所以要少吃。 第四就是西瓜, 西瓜属于注热的瓜果, 容易造成体内湿气淤质, 若体内湿气比较重, 就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, 阻碍加重含蓄的症状。 西瓜寒凉, 经常吃的话容易导致体寒, 西瓜虽然很解渴的, 但是夏天一定要少吃西瓜的, 特别是经济的时候吃西瓜容易避精, 还会加重身体的湿气, 而且如果是肠胃功能比较弱, 有问题的人群, 一定要少吃西瓜的, 患病皆有湿气重, 这几种水果我们一定要少吃, 否则会加重体内的湿气, 给疾病大家的可乘之机。 那我们吃些什么可以去除身心的湿气呢? 红糖生姜茶, 适合寒湿体的人, 寒湿体的人常常表现为, 胃寒脂冷, 大便清晰, 身体酸重, 浮肿头晕等症状。 这类人群, 我们平时可以喝一些生姜红糖茶, 生姜具有趋寒趋湿的功效。 经常喝一些红糖生姜茶, 能够消炎杀菌,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, 是趋寒的一把好手。 红豆一米粥, 适合湿热体的人群, 湿热体的人主要表现为, 面部油光发料, 舍苔黄液, 容易长粉刺, 口舌发酸以及心繁蟹等等的症状。 红豆一米粥具有沥水去湿, 清热消肿的功效。 湿热人群经常使用, 能够清晰到去除体内的湿气, 还能够调理气色。 好了朋友们,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, 订阅我的频道,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中文的养生知识为您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